我们跟世界上国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次软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馆藏于杭州博物馆的战国水晶碑 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 气形最大的一件 也是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目录的 中国国宝及文物之一 1990年出土于杭州的战国水晶碑 到底其在何处 又留下哪些未解之谜 中兴社东西问日前就此专访 浙大城市学院考古学系主任 杭州博物馆原馆长杜正贤 杜正贤介绍 战国水晶碑出土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 当时那里有座工农砖瓦厂 1990年下半年 他在杭州市考古所工作时 有村民反应 砖瓦厂在抽边取土时 发现了一些古代瓷片 加之之前 这里也有战国时期瓷器出现过 所以判断有战国墓存在 在当时负责人的支持下 他们从10月底正式开始挖掘 挖掘共持续一个多月 先挖到的是原始瓷器 因为有这原始瓷器它比较大 它现在墓占了前部 因为水晶碑它是比较矮 它是横放着的 那地表上也有 也就十几厘米 十五厘米左右 因为它里地表还有一层泥 那么有一天 我刚好在课的时候 因为这个太阳光比较强 那个光线比较好 有一丁反光的 水晶它是透露 就是说跟玻璃差不多 什么不错 就是它跟玉质感比较强烈 但是也相对来说 反光也比较厉害 就是说这些器物 那么这个土 报纸分析出来 也是战国后期的 我们浙江地区的 这个生态环境 就划分了那个成分 杜正贤说 对大众而言 战国水晶碑的神奇 在与其器形 与人们现在使用的碑子 极为相似 并不像两千多年前的物品 从业内来看 战国水晶碑有三个谜 原料哪里来 取芯如何取 和抛光如何实现 这个东西 因为你找一块 这样的材料 就是无价的 这么好的材料 几乎没有 很难很难找到 那现在大块的水晶很多 但是那种要取这么 这个杯子这样子的材料 真很难找 这个的话 你就把这个怎么样 把新制取出来 那么丹子确实是有这样的技术 不管它是用灌装的办法 还是用浸钢纱膜的办法 那么丹子都是有具备了这样的记忆啊 那么这个工匠的记忆的话 你现代人都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当时的人能够做到 那他当时的工 工匠的这个工艺水平啊 是都非常高超啊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 抛光技术 器物的外表 那你说慢慢慢慢 有磨啊 那你可以把它磨成这么关键 那器物里面磨成这么关键 那就更难了 因为器物里面 你这是设置生不到地的 那你要磨成这么关键 这个内壁 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啊 因为事实 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一个月两个月能完工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 这个器物的难度 杜正贤说 弹吉水晶碑的主人 当时这座墓室内并没有发现棺果 出土的陪葬精品器物 共34件 除战国水晶碑外 还有玉虎 原始磁鞭中等文物 学界现在更倾向于认为 墓主人应是公元前306年 楚灭月后 楚国派到杭州地区的最高长官 从它的年代分析的话 也不长嘛 肯定不会超过2500年的 这一个就是它里面的 还有一些器物 比如说像玛瑙的环啊 这还有一个是流利器 流利器在我们这家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在楚国它是非常常见的 在楚国那边生产的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它是楚国的 这应该是地方官里面比较大的 比较应该最高的行政长官 杜正贤表示 从目前来看 战国水晶碑是独一无二的 全世界还没有第二件 同时期的水晶制品 想要了解关于战国水晶碑的身世 更多还要等中国国内 甚至全球的同类考古发现 通过更多资料联系对比 得到更多线索 能不能找到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意思的话 就是这个水晶碑原料 因为我们这家几乎是没有这方面的原料 那么它是哪里来的 那么比如说到现代我们已经 在国内已经非常 很难找到就是这个高全度的水晶原料 那么它到底是哪里来 那么古代是不是在我们国内生产的 还是国外引进来的 交流进来那就不知道 因为文化的交流 真的是可以仔细琢磨的话 可能会很久远的时候就有了 因为人口就有清晰 人口的清晰的话 你必然会带着一些文化的带过来 文化带动了人的交流 你带动了文化的交流 生活习俗的交流 这个是必然的